OK 大家好 欢迎来看 换一个登巴 换一个地点 来继续聊 中国有个大陆青年啊 随便聊叫郑国成啊 郑国成同志 现在呢 马来西亚也有一个 Kong 我是Kong啊 马来西亚人 马来西亚有个Kong可以来一个 随便聊 当年啊 你知道吗 我对美人方是很纠结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 知识六四啊 然后又封那个吴尔开西啊 曾经了封吴尔开西 做偶像啊 那吴尔开西就说 我曾在牧姨姐的闺房里带过什么的 哎 谁在乎呢 对不对 那个时候1989年的时候呢 美人方才25岁啊 血气方刚啊 以他的性格 他大姐头的性格啊 还有讲义气的性格啊 再加上的 他热血啊 冲动啊 年轻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上街了 支持了 唱歌啊 对不对 然后 他他 没有办法 他也只能够啊 共襄胜举了 对不对 然后到了199 1991292啊 啊 1992年吧 大概三年后啊 那个都督啊 郑玉玲啊 郑玉玲访问他 你知道吗 关于啊 现在对六四的干法 那个时候他已经28岁了 你知道吗 他说啊 为什么鬼老啊 会瞧不起我们啊 中国人呢 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一盘散沙不团结啊 所以人家瞧不起我们啊 对不对 他说 现在 中国政府做的越来越好啊 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机会呢 对不对 你看明方他的那个政治的觉悟啊 觉悟力是很强的啊 他也是个明白人啊 好吗 不过呢 啊 慕玉玲呢啊 他一生中最失败就是受了 火玩戏啊 等一抽啊 这个 这个 你知道吗 这个 这个 凡谷妹啊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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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弟啊 啊 这个 卖国求荣的一个 一个 啊 一个叛徒吧 他根本就不是香港人啊 他是加拿大人 来 once again Denise Ho You are not Hong Kong 了 You are a Canadian A minute Ai Sai 你知道吗 Hèi 鬼楼的眼中啊 你就会 Chinese Ai Denise Ho You are Chinese OK You are Canadian You may be a Canadian But Deep down You are Chinese Ai Denise Ho You are Chinese Ai And you are not Hong Kong 了 对不对 在白人啊 加拿大白人的眼里啊 Denise Ho 我和我文西啊 就是 Chinese嘛 就是 中国人也好 华人也好嘛 对不对 所以 啊 好像 我们这种 受受 自小说中文教育的啊 马来西亚华人啊 不得不少都对 啊 有点 啊 中华情依节吧 现在被称为什么 中华教 教学的教啊 就是我第一次 但是 听到这个说法呢 是看那个 秀若云啊 你知道吗 肖若元啊 他经常讲 中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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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若元啊 读中国人语词 他算是读了很多了啊 算是饱读诗书了 不过呢 我觉得他是 读读诗语啊 啊 他是很有才华的 你知道吗 啊 那个 新爷的那个 唐伯虎典秋香啊 这剧本是他写的 你知道吗 啊 他也曾经做了 生意做了很大 啊 曾经拥有啊 集的身家后来 好像几乎都 都亏光了 他的儿子叫啊 那个 就顶一了 去中国做生意 有有一些时间他 shut up 他不讲中国的事情 现在他在中国生意失败了 他又开始骂中国 又开始反中了 而且他讲的东西呢 非常的 现在他脑残 很多都 很多啊 什么啊 数据啊 啊 讲了很多内容啊 都站不住脚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这个人一百年级了 啊 活了一百年级了 还要这样一直 而且读了那么多 那么多 史书 读十篇的啊 西洋云 所以 好像 美艳芳 阿木一姐这样的啊 这样的一个明白人 啊 这样的一个政治 觉悟力很强的人啊 这人是在香港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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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油的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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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都知道為何《魚鱗》也沒有最重要 最主要原因可能就是《魚鱗》上去拍 在那時候我自己的心裡那麼敏感的時候 其實看真的我也覺得是不可能就不可能 我是忍受原來的 但現在不是因為市場開了 電影需要在上面拍 你不拍就不要拍 不是因為這個問題 而是我覺得整個中國現在都在變動 而現在都向好的一面發展 那我們是不是需要給一個好一點的支持在後面呢 就是不要再… 我不是說我現在說反話 我現在不是 就是我覺得如果它是有機會 慢慢向好的方面去做的話 我們身為中國人的話 我們應該是在後面支持 就不是說再去踩 因為我覺得你這樣走得好 一條彈弓就這樣走 最多斷 大家一泡涼了 還有沒有東西是一成不斷的 是的 還有有一件事就是 我們中國人我們想是中國好 但如果我們中國自己裡面 都搞得很大量 你就分哪裏 分哪裏 外國人更加不會尊重我們中國人 很簡單一件事 但是我們去到外國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要看一些外國人的面孔呢 他們這麼沒有禮貌的對待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 中國自己一盆散沙 我們就希望這一盆散沙 現在慢慢凝聚一種力量在裡面 將來中國的話 是在每一個地方都會發揮光頭 我們還沒去廣告之前 最後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你猜你1997年會在哪裏呢 我會在香港 一定 一定 一會再回來跟校妹聊天 在香港 走來